各位同学好 我们接下来介绍范例6 完全非弹性碰撞 那我们前面有介绍弹性碰撞和非弹性碰撞的差异 那差在哪里呢 弹性碰撞的话 有一些动能会完全的换成弹性未能 并且再从弹性未能完全换回动能 那如果是非弹性碰撞 则是有一部分的能量会变成热能 只要有一点点变成热能 它就回不来了 那就属于非弹性碰撞 那完全的非弹性碰撞则是 撞下去之后连一点点回来都没有 连一点点反弹回来都没有 如果是非弹性碰撞而已 如果是非弹性的话 它有可能还是大部分有弹回来 但有少部分变热能 但如果是完全非弹性碰撞 它则是撞下去以后 两个物体没有反弹 一点都没有 就会合为一体 合为一 两物合体 那这个怎么算呢 怎么算呢 它这个是一个子弹 它去撞这个木头 然后撞下去之后 子弹卡在木头里面 它和子弹和木头发生 完全非弹性碰撞 可是碰撞完之后 木头还是会有速度 那靠这个速度把子弹和木头 两个物体一起抬高 一起抬高 H 所以 等一下我们的重力未能会增加 NGH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A选项 碰撞前后水平方向的动量手痕 这是对的吗 这是对的 因为水平方向 没有外力 只有牵直方向有重力 所以系统合力为0 系统在水平方向上 合力为0 那只要 这个方向上的合力为0 那就这个方向的动量会手痕 所以A是对的 那B选项 碰撞前后总动能手痕吗 总动能不手痕 因为不是弹性碰撞 这题它是非弹性碰撞 而且还是完全的非弹性碰撞 所以它的总动能 前后是没有手痕的 那再来C选项 但如果是能量手痕的话 就是对的 总能量 因为如果你把变成热能的部分 也考虑进来 那就会是总能量手痕 那诸选项 碰撞后的瞬间 合体的速度是多少 那这个就可以用动量手痕来算 碰撞前 碰撞后 总动量一样 碰撞前的话 子弹的动量 m乘上v 题目说的 子弹的速度是v 然后再加上 质量乘以0 这个大物体的质量大m乘以0 那会等于后来两者 两者合体 所以总质量变成了 小m加大m 再乘以后来的速度v' 所以这样就可以算出来 v'就是 小m加大m 大m加小m 大m加小m 分之小mv 所以诸是对的 那一选项呢 合体之后 要往上升 那我们刚刚有偷偷的说 其实就是动能要换位能 合体后 动能再换位能 就可以把 这个物体抬高 提升它重力位能 合体后动能再换位能 重力位能 那这样就可以写了 合体后的动能是 二分之一 质量要换成整体的质量 再去乘上v'平方 然后要换成小m加大m 乘上g乘上h 换ngh 换位能 那这两个小m加大m可以消除 所以h就会等于 2g分之v'平方 而不是v'平方 不是v'平方 所以1是错的 是v'平方 那如果真的要算的话 算出来应该会是 就把刚刚诸选项 就把刚刚诸选项的答案带进来 所以变成了 2g 小m加大m 括号平方 分之小m平方v'平方 应该会是这样 所以答案是 A c 珠 那这一题是在问我们 了不了解完全非弹性碰撞